粉丝别总是凉拌和炒着吃了 今天分享一个新做法 非常的简单 最适合上半一组的快手菜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和大家分享 番茄粉丝的家常做法 汤鲜味浓 比酸辣粉都好吃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质量比较好的龙口粉丝 用温水浸泡10分钟 接着准备番茄稍微多一点 这个季节的番茄吃着味道非常的鲜美 这是自己家种的 当然不用去外皮 如果是买的 主要是把外皮去掉 这样吃着更健康 清洗干净后 去掉西红柿的地步药 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再准备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搭配颜色丰富营养 切了小料 葱白适量切成段 生姜一块拍破 切碎即可 豆皮适量切成丝 丰富口感 和粉丝形成口感的反差 吃着非常的不错 再准备正经的母鸡蛋两个 仿佛营养 把泡好的粉丝剪成段 这样方便使用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 先来煎鸡蛋 烧至锅底发白包烟 然后放入少许的葱油 把锅像这样转一下 然后再放入少许的食盐 这样煎鸡蛋就不会粘锅 然后保持中火打入鸡蛋 一面煎至大概30秒钟 再翻面煎另一面 喜欢吃老一点的时间就煎长一点 里面煎至大概一分钟 煎至稍微焦黄 然后盛出 锅中再次放入适量的猪油 提味真香 油热后下入葱姜扁炒出香味 把姜葱扁至味黄 香味才浓郁 接着下入西红柿扁炒 西红柿扁炒的时间一定要长一点 把西红柿的汁水一定炒出来 这样吃着味道更鲜美 放入适量的食盐 这样炒至西红柿更容易软烂 然后烹入适量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炒至西红柿软烂翻沙 成这样的效果 然后倒入开水 调味放入少许的盐和鸡精味精 保持大火鲜熬至两分钟 熬出鲜香味 接着倒入豆皮丝和粉丝 再倒入青菜用勺子推匀 保持大火再炖制一分钟 让汤中的鲜味充分渗透进粉丝里边 这样吃起来口感最好 煮至汤汁减少粉丝膨胀 即可关火出锅装入碗中 放入煎蛋和葱花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